嘿大家好我是Chris 很久沒做陽金農場Top30的系列了 今天來聊聊陽金農場第23名的 Cension Littler 我第一次認識到這位選手 是透過MLB The Show的生涯模式 當初他敗頭特別多 所以我對他印象特別的深刻 Cension Littler身材非常的高大 有6尺6吋 但體重只有210磅 大約是95公斤左右 乳竿身材 2020年疫情年加入東北大學的棒球隊 在NCA聯賽中首年就有不錯的表現 雖然因疫情只有出賽3場 但在13.2局中繳出1勝、頂板、防律1.32 並送出10次的三陣以及2次的保送僅失2分 小樣本中展現出不錯的三陣能力 以及控球能力 2021年升上2年級後 專職先發投手 初賽13場先發主投76.2局中 繳出8勝1敗防律1.88 WHIP值是恐怖的0.657 因為太恐怖了所以一定要提一下 並送出85次的三陣以及20次的保送 更只被敲出5隻的拳壘打而已 三陣能力是貨真駕駛 保送也能有效控制 很好奇他為何不在2021年參加選秀 因為表現真的是太好了 2022年他升上了3年級後表現下滑 初賽15場先發主投91.2局中繳出5勝8敗防律3.44 送出85次的三陣以及32次的保送 各項成績皆稍稍的下滑 這可能跟他手臂有傷有關 也直接影響他的選秀順位 大三結束後他參加了2022年的大聯盟祭中選秀 並以第七輪總順為220順位被羊姬選中 並以20萬5千美金的簽約金與羊姬圈約 簽約後被翻發到新人聯盟養傷 整個2022年都沒有在小聯盟有出賽的紀錄 直到2023年才在新人聯盟初登板 整年在新人聯盟EA以及高階EA 三個成績出賽14場比賽 46局中繳出1勝2敗防律4.11 並投出了50次的三陣以及21次的保送的普通成績 只有新人聯盟成績比較好看 EA跟高階EA都被爆打 一直被敲彎打壓制不住這兩個成績的達者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就只有三陣能力有為持住 進入2024年後 羊姬讓他直接在高階EA出賽 他也沒有辜負羊姬的期待 繳出超負預期的表現 在升上2A之前 他在高階EA繳出6勝4敗防律2.60 另外送出108次的三陣以及38次的保送 是高階EA的三冠王 上個禮拜羊姬將他拉上2A 目前已經先發一場了 雖然吞敗 但仍是撐了5.2局 送出4次的三陣以及3次的保送 目前仍在適應中 Centrum的Litter會投4種球種 分別是四縫線、曲球、滑球以及變速球 Centrum的Litter的速球不算快 四縫線均速只有93英里 極速能達到97英里 但投先發的時候要配速很少見 滑球是他最拿手的球種 均速落在85英里 搭配他6尺6吋的身高 有威浮球的感覺 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的變化都相當的大 曲球比較少用 基本上就是拿來出其不意的搶好球術的工具 變速球是他進入職業後新練的球種 目前還相當的不穩定 變速球決定了Centrum Litter的高度 如果他變速球能練到堪用的程度 他將會是不錯的中後段先發 但若是變速球一直練不好 他也會是不錯的長中技後援 楊姬近年來的季中選秀策略 很喜歡在選秀中後段 挑一些身材非常高大 非常好的大學生投手 譬如Centrum Litter的前一個順位 農場第三名的Chance Hampton 還有現在農場第18名的 2021年第13輪Zack Messinger等等 今年選秀策略也一樣 中後段挑一些身材非常好的投手 等官網更新後 再來看看2024年選進的新秀們 有哪些進入農場前30吧 那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 感謝各位的觀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有想要聽的棒球大小事都可以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大家掰掰